哈囉 各位小伙伴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歐多美 歡迎回來放舟生存進化 今天呢 繼續我們的JSC 你看我們每跳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的社會格頭都會擺一下 跟我的tempo 都會跟著我的tempo走 果然是我的好麻吉 我的好友達吉 好啦 沒有啦 好 隨便講的 好啦 我們今天呢 一樣呢 也是就是召喚我們JSC JSC裡面的一些生物 那我們上一集好像召喚了風火輪嘛 就是兩個輪胎在天空飛行這樣子 然後呢 也召喚了我們的這個 殺物鏡 召喚了咱們這個殺物鏡 有的人說很失望原來殺物鏡長這個樣子 其實嚴格來講 他就是把一隻原人的這個模組 做了一些改動啊 那整體外型如果他不是殺物鏡的話呢 我覺得其實也是蠻不錯的啦 只是 我們已經看過那個金角大王了嘛 然後再看過我們的牛魔王了嘛 對不對 然後你想幹什麼 你想幹什麼東西 打啦 幹什麼東西 偷勒 我要拿走我的番桃 我的番桃 我的番桃全部不見 在這裡嗎 我看一下 換來 喔 還好 還在 嚇死我了 那隻盜龍會偷人東西啊 我剛剛講到哪裡了 喔 對 就是 會就是我們前面都看了一些 就是人物都蠻帥氣 結果突然來一隻 方舟裡面模組的東西 其實難免會失望 這是很正常的 好不好 好吧 那我們今天呢 一樣的就是 統整上一集的留言 來看一下說 這個有些人 哪些人啦 應該說哪些人想要看 一些他們想看的東西 那我看到有很多人留言呢 他說就是想要看 孫悟空 銀角大王 還有黑三腰 我們看一下喔 黑三腰跟銀角大王在哪裡啊 因為說實在我沒有仔細看 我沒有仔細看 所以說你們居然看得到 我看一下 黑三腰 喔在這裡啦 原來就在下面喔 然後 欸原來沙烏鏡有兩個喔 哈哈哈 欸為什麼沙烏鏡有兩個啊 有點屌耶 然後孫悟空是這個 地獄行者孫悟空 很多人說想看這個嘛對不對 然後也有很多人想要看 沙烏鏡 還有黑三腰 是吧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地獄行者的孫行 的孫悟空看一下好了 這個也蠻多人想看的 來我們招牌出來看看 喔 通通通的 喔 這個就真的很悟空了啊 欸這真的很悟空欸 欸我 怎麼突然跳出這個東西笑了一下 等我一下喔 這怎麼突然跳這個啊 算不關 哇 欸這個真的很悟空啊 這個不用講 這真的就悟空了啊 齊天大聖啊 右鍵 哈哈居然沒有右鍵 等等 這傢伙沒有右鍵 西鍵 胡適吧 啊這隻居然 只有左鍵而已 該有的右鍵跟西鍵在哪裡 有點想難過 想說環太平洋都可以這樣子了 為什麼這個不行 而且我記得印象中 以前我老頭有玩過一個模組 那個模組呢 好像也是跟西遊記有關係的 我記得好像裡面有一隻 悟空吧 有一隻悟空吧 然後他放右鍵還是C鍵 他會 路來 我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那個我忘記是什麼模組了 有點久了 然後 他就從頭到尾就說左鍵攻擊而已 右鍵跟C鍵都沒有 有點小失望 好 雖然外型挺帥的就是了 至死至今左鍵的男人 就是他了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他想要的樣子 他想要左鍵就只能左鍵了 好吧 小小失望 我們便把他擺到旁邊 這就是我們的孫悟空 只有左鍵的孫悟空 地獄使者 孫行者 好啦 孫行者是你 我們來看一下沙烏鏡好了 來 沙烏鏡 就這個 流河 流沙河之主 上面是什麼 什麼大將的 看一下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獲真駕駛的 有有有 好 水喔 這不是我所想像的沙烏鏡 欸可是這個沙烏鏡 就是完全跟那個 巨猿模組做出來的天差地唄 我怎麼突然覺得他好像那個 我怎麼突然覺得他好像什麼 什麼北京 北京人子 欸不是北京人啊 那個什麼 北海小英雄裡面的那種人物有沒有 北歐神話裡面才會有的那種大鬍子 這樣子 左鍵 行 右鍵 哇他幹嘛 噴水水 噴水水 我來看一下 你怎麼噴水水 噴一下 噴姐 他打地板啊 C劍 你的C劍到底幹嘛 等一下等一下 好先不要動 不要動他會一直有這種動作 然後C劍是沒功能 好 就只有左鍵跟右鍵而已 噢 這個都有右鍵了 那我們的齊天大聖怎麼會這樣子呢 可憐的齊天大聖 只有左鍵 欸像我可以打到天上的那個 風神翼龍嗎 我想試試看 噢 打得到嗎 啊不行 他突然飛越來越高了 這個有點不太可以 算了 想說剛剛如果前面第一條有抓到的話 可以直接把他抓死了 然後這是我們的那個 天魔 欸天魔是被打的是不是 不知道怎麼那麼奇怪的動作 啊算了不管了 不然他咬不死 呃我們的沙烏鏡 啊有沒有豬八戒 我們來看一下豬八戒好了 既然都有沙烏鏡 靠腰 又來了 喔上來了上來了 哇他接下來我們就只能這個樣子搞了 哈哈哈哈 不然的話我會掉下去啊 掉到無敵洞去啊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豬八戒喔 欸其實他這邊也 這邊的BOSS級也有悟空欸 而且是好多種的悟空喔 對啊他豬八戒天鵬元帥居然裂在BOSS級 有點屌 然後這裡居然沒有BOSS 這裡居然沒有 沒有那個 豬八戒 啊 然後再來有人說想看銀角大王跟黑衣三腰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銀角大王 銀角大王 喔 哇他就跟金角大王是一對的啊 我們看一下喔 喔這個帥啊 我的天啊 弓箭手 可是你的弓箭手會怎麼感覺 像在拿雙刀的感覺 他這根本就是刀吧 他這個應該不算是弓箭 他的攻擊模式跟金角好像喔 有點像有點像 啾啾啾啾啾啾 齁 再後一次 齁 十九萬 我們跑去看一下金角大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金角跟銀角 兩邊差別在哪裡 我們的金角大王 金角大王有杯葫蘆喔 然後銀角大王就是 沒有杯任何東西 而且我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銀角大王的 顏色比較好 應該是說打扮我覺得比較好看 可能就是因為 可能就是因為 金角大王被葫蘆整個美感都不見了吧 我怎麼覺得啊 我覺得這樣還蠻帥的 然後幫忙攻擊好不好 呵呵呵 好帥啊 我們的銀角大王 好把他放在這裡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再掉下去喔 應該是不會吧 好答案是會的 嘿嘿我還是繼續飛在空中好了 OK 我們再來看一下黑三腰 黑三腰 腰腰腰腰腰腰腰 出現吧黑三腰 我靠 這是什麼 等一下 我可以騎嗎 喂 啊這就是 哈哈哈哈 原來我們的黑三腰是 石巨人啊 哎呀 敲下去會有一種 震波的感覺 右鍵 丟石頭 沒什麼變啊 這隻沒什麼變啊 黑三腰 我還以為他會是那種 受藏型的那種妖怪 結果居然是 用這種石巨人做出來的 有一點小失望 真的 有一點小失望 攻擊也差不多 就是完全是放鬆魔組的東西 沒有什麼改變 而且攻擊距離有夠短的 飛向天際喔 我看到了 飛到那邊去了 I believe I can fly 我們再試試看揍這一隻 我要揍那種在空中的才會飛很遠啊 這種都不會飛很遠 可惡 在空中不能做攻擊 不然我把他打飛了 可可惡 這隻要 這隻準備要起飛了 我要把他打飛 你別跑喔 他飛起來了 我可以踩他嗎 哎呀 你夠下來 他準備要下來 I believe I can fly 你就給我 GO 不行 哎呀那邊有一隻 那邊有一隻 可惡沒有飛起來 嘿嘿嘿 不知道自己在玩什麼東西好不好 神經病 好陪勝好陪勝 好啦 我覺得最後再加碼再加一隻好了 BOSS級的豬八戒 欸不要 BOSS級的沙烏金 我記得剛剛好像看到有沙烏金對不對 我什麼東西都被偷了 你的臭鳥 幹什麼 哈哈哈哈 喔 再吃啊 讓你飛 天啊 OK 我們來看一下BOSS級有什麼 我怎麼一直在動啊 算了不管了 BOSS級有 BOSS級沒有沙烏金 但是有 孫行者 我們來看一下BOSS級的地獄孫行者好了啦 好不好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會不會值得比較大值 啊這就是他們的本事 有點不太一樣啊 完全變成這樣的 哇靠 BOSS級的 判若兩人欸 你這個是一個是完全體 一個是究極體是不是 有沒有你看看 右邊的是完全體 然後左邊的是究極體 他跟他講話 哼 這就是他們的本事 哼 這就是他們的本事 啊 本事 本本本本本事 這就是他們的本事 嘿嘿嘿嘿 哇 這個也帥啦 這是用猿人的模組做的 啊 BOSS級的 BOSS級的 完全跟那個 不一樣 可見到時候那個猿八戒應該也是 原人那一方面的吧 還是說召喚出來是那個 召喚出來是那個誰啊 會大便的那隻豬 啊 劍心象喔 那也太好笑了吧 應該不會吧 哇還蠻帥的啊 欸 爆龍 嚇我一下 我想說這裡怎麼會有南方巨獸龍 哼 這就是他們的本事 本事 哪有人先死掉才吼的啦 啊龍吼是不是 好啦算了 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了 我們今天該玩的都玩的 不知道各位喜歡哪一隻呢 一樣 選擇你們自己喜歡的在下方留言 以及告訴我下一集你們想看什麼 好不好 老頭一樣都會一一的在這個影片下方呢 做一些就是關注然後 之後會統計出來 下一集 啊說不定 就可以 召喚出你想要的那一隻怪物也說不定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玩笑好不好 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生人計畫再見面了 拜拜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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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人 5人 5人 7人 6人 5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